好,開始一個晚上的 seminar,有些人在線上,我們這裡就不是很多人,由於不是很多人,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隨時問一下,就不需要去到最後才問的,大家聊聊天,其實只是聊聊天而已。 多謝大家給我一個機會講一下明年Level 2的 seminar,因為明年很大改變,當我預備的時候,我也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資料,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資料,我已經有很多資料,現在有些事情還未太決定。 我是Kyle,過去10年在CFA教CFA班,教Level 1到Level 3,香港是少數老師,是教了三個Level的。 哪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我除了教CFA之外,我也是一個Market Practitioner,我之前有做Hedge Fund,現在是做Perfect Equity的。 所以算是一個行家,CFA裡面其實很多,無論是Level 2、Level 3,很多說的話,跟我做的都是有關係的。 好,那我就負責頭兩部份,例如一個Demo Lecture,再之前講講考試的Background,以及 syllabus。 接下來呢,我同事Kris會進來,就會講講課程的安排,以及課程的結構。 好,大家知道,2021年有很大的改變,基本上就是過去十幾二十年的舊模式改變, 就轉了一個叫做Computer Based Exam,叫電腦考試。 我相信大家是Passed Level 1,Level不關大家的事。 由於它要遷就今年的Level 1考試, 所以明年的Level 2就是5月8月的, 原因就是要遷就今年的Level 2, 但是如果去到2022年的時候,這個就穩定下來的了, 就是每年2月8月考的,每年2月8月考的。 我相信大家是Passed Level 1, 你最快就是明年5月考Level 2, 或者可以8月都考得。 唯一就是它不可以太近的, 就是你只考5月8月而已, 就算你5月肥了的話,你不能考8月的。 所以明年就是下一次而已, 你自己選5月8月吧,不告訴大家而已。 明年就不能考兩個。 但論上去到2022年, 你越肥了可以考8月的, 就是去到2022年, 就去到一個正常的Pattern。 所以明年又會遷就今年的安排, 所以比較奇怪。 但到了2022年, 就變成梅花間竹, 2月8月、2月8月的了。 當然,最理想的世界就是去到2022年的時候, 考完2月之後, 即是理論上, 可以考5月的Level 3。 這個就是我們給大家一個Path。 如果你考5月考試的時候, 通過了的話, 最快就可以考上明年11月的Level 3。 即是理論上, 如果你在考5月考試, 即是Path的話, 是可以在2021年 完成三個Level去的。 就是Level 3是5月, Level 3是11月, 然後就順利Charta。 如果你5月的考試肥了的話, 那就要最快去到2022年才再考Level 2。 因為明年Level 2是最多下一次而已, 差不多兩次, 這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OK。 先講一下Syllabes。 Level 2對我來說, 不外乎就是Level 1的延伸。 所以Level 2和Level 1的Syllabes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告訴你,一模一樣。 只不過Level 1的東西還沒讀完, Level 2就讀下去而已。 所以Level 2不外乎就是Level 1的進心版, 對我來說是這麼多東西。 你說什麼深一點、淺一點, 也對的,Level 2是深一點的。 但其實最重要就是Level 1, 即是未讀完的東西, 就Level 2繼續讀而已。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基於2021年的Syllabes。 大家知道, 2021年的Syllabes和2020年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疫情的緣故。 那2022年呢, 就應該是會有改變的, 但是這個基於2021年的Syllabes。 所以我都亂了, 我都很清楚。 很快講講考試的Syllabes。 先看一下。 那跟Level 1一樣, 這個ethics呢, 是大概佔10%左右的。 佔10%。 15%應該不會那麼多了, 10%是很值得的。 所以佔10%是Level 2。 所以, 這個good news是這樣的。 Level 2的ethics呢, 在Level 1都適合了。 即是七個標準而已。 你過了Level 1的ethics呢, 就是Level 2基本上, 那10%是送給你的。 基本上呢, 不是叫你不讀, 不是叫你不讀。 但Level 2的ethics呢, 跟Level 1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變成refresh memory, 不是讀給新東西的。 所以有10%Level 2呢, 是不用讀的, 告訴大家就行了。 接著就是quantitative methods, 這個計數。 就是5%至10%。 Quantitative methods, 在Level 2, 其實你問我, 主要有兩個大題目而已。 兩個大題目。 一個就是multiple regression, 或者regression analysis, 一個是time series。 跟Level 1是相差很遠的, 因為Level 1是很散, 什麼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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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vel 2 基本上是兩個大題目, 有另外兩個小題目。 你問我, 另外兩個小題目, 你問我考驗不是很大而已。 兩個大題目就讀熟它, 就是regression analysis和time series。 跟著就是econ。 Level 2 的econ, 也是集中很多的, 跟Level 1 不一樣。 Level 1 的econ, 基本上是讀大學的micro 101, macro 102, 那些什麼東西。 在Level 2 的econ, 其實最主要是讀 currency, 讀很多計數的currency。 另外就是growth theory, 兩大題目。 其實growth theory和currency, 在Level 1 都見過的, 只不過在Level 2 再讀深, 為什麼呢? 所以我強調一件事, Level 2 其實很多東西在Level 1 都見過了, 只不過是再深一點, 進深版而已。 在Level 2 的econ, 其實是很集中說幾個 topic。 第一個就是inter-corporate investment, 就是在說, 如果A投資B, A怎麼還有econ, 即是investor point of view, A怎麼還有econ, 請留意, 在Level 1 講的那些, 當Level 1 教 accounting的時候, 是講過怎樣, 例如dead accounting, 是講dead accounting, 但是是從一個issue point of view, 但是Level 2 就是從一個investor point of view, 即是說investor, investor在B的, 或者是股票, 或者是債券, 那怎麼做accounting? 這是一個很大的 topic來的, 大家知道了, 譬如, 到底是classify, B是marketable securities, 是associated, 和sonsolidated, 或者是subsidities, 那個accounting方法完全不一樣, 這個Level 2 是其中一個accounting, 一個大 topic。 第二個大 topic, 就是pension accounting, 有大家有心理準備, 差不多是我整個最深的 topic, 就是conceptuals最深的, 因為是很多虛無飄渺的概念,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 一些mathematical construct來的, 其實都是, 第三個就是currency translation, 很簡單, 因為我剛剛前面講過, 如果你有兒子, 是classify, 是一個subsidiary, 做consolidation, 問題就問, What happens if 你兒子, 不是在same country, 是在forn country, 變成你要將兒子的currency translate into mar currency, 才可以consolid, 轉收了兩個主要方法 做這個translation, 接著之後, 我覺得比較miner的 topic, 其中一個topic 叫做final system analysis, 就是介面做adjustment, 當你compare公司, 就做adjustment, 這個大一個就是level 2的accounting, 那level 2的currency, 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 topic, 但也挺交關的, 比起level 1, level 1的currency是很短的, level 2很長的, 你問我是說, 講不斷氣的, 他有幾個topic, 其實都是level 1的延伸版, 包括capital budgeting, 如果你記得的話, level 1的capital budgeting, 就算是NPV, 也算是IR, 也許多東西, 你留意一下, 在level 1裡面, 他就不算是如何計算 cashflow, 即是給你了, 即是project A, initial cashflow 是-100萬, 接著是10萬, 20萬,30萬, 那level 2就是 focus on 如何計算 cashflow出來的, 所以其實就是 繼續延伸在level 1的討論, 這就是capital budgeting, 另一個topic就是, 例如在level 1說過 Ra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的時候, 提到一件事, 叫做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在level 2繼續說這件事, 就是capital structure是甚麼回事, 另外就是diffident theory, 倡修了公司派息, 派息不派息, 很多理論的, 這個其中一個reading, 接著呢, 有一個很大的reading, 就是M&A的, 就是merger acquisition, merger acquisition其實就是 一個level 2幾大topic來的, 是講了幾次, 其實有幾個很大, 即是他有幾個地方, 都講這個topic, 所以第一, in fact, 剛才我講過, 之前在accounting裡面, inter corporate investment 其實已經講過一次了, 你投資是B, 其實已經是merger, 已經是一個, 我再講一次, 跟著呢, 跟level 1一樣, 就開始講asset valuation, asset valuation裡面, 首先講equity, level 2的equity, 又是很長的, good news是不深的, level 2的equity不深, 但是很長的, 因為呢, 如果你記得level 1的話, 其實講equity valuation裡面, 就講一招而已, 就叫diffident discount model, 就需要懂一個formula, 或者, 就 reading 等於DHR-G, 其他不用懂的了, 這條formula, 一條formula就打天下了, 但level 2裡面, 就會講其他的model, 包括recitual income model, free cash flow model, 這些不同的方法做valuation, 另外呢, 當然也講一下, 其中的 reading 講financial modeling, 那level 2的fixed income, 如果你問我的話, 就比level 1的, 因為level 1我覺得太長, 太沉的, 那level 2比較簡單一點, 基本上都在延伸中, 在level 1的討論, 那level 1就是講如何valuate strict bond, strict bond的意思就是option free bond, 那level 2裡面, 就講如何valuate option embedded bonds, 包括了callable, putable, 和convertible bonds, 那這個就是一些topic, 另外就講一些quit analysis那些東西而已, Duratives在level 2, 就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level 1其實就很少, 但level 2就有很大的topic來的, 基本上就是講如何valuate those derivatives, 其實level 1講過少許的, 那level 2才詳細講一些, 包括什麼valuate forward, futures, 還有一些options, 包括swap, 是有比較細節的 discussion, 其實都是挺長的, 其實都是, 那alternity investment, 在level 1就是走脈看花而已, 講一下什麼是另類投資, 講一下什麼是hedge fund, 什麼是PE, 什麼是commodities, 什麼是real estate這樣, 那level 2的AI, alternity investment, 是很集中的, 講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香港的強項, 就是房地產, In fact, 有兩個reading 房地產的, 一個就是講, 真是怎樣投資那些地產 project, 一個就是講投資地產公司, 股票, 譬如和王, 即是長和, 包括了新鴻基, 做valuation of那些地產公司, 所以有兩個reading, 就是講那個房地產, 一個reading, 就是講P funds, 那個pip equity funds, 另外一個小的reading, 講小的commodity, 那些很小的, 就是hacking high-high-high, 但是講房地產, 和講P funds, 那些reading, 是很長的, 講到很詳細的, 最後就講回 portfolio management,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Level 2的sirbus, 再說一次, Level 2的sirbus, 其實大概就是Level 1的延伸版, 就是Level 1, 他有些還沒教完, 也繼續教下去, 把Level 1和Level 2 combine在一起, 主題就是valuation, 其實已經是一個complete 的課程, 把整個valuation, 由錢去的心, 講一些major asset class的valuation, 包括了equity, Fixed income, Duratives, 包括了另類投資的valuation, 基本上是Level 1和Level 2, 是成為一個單元的, 好, 先看看, 不如我從這裡開始, 先看看, 它有點跳了, 這裏就講一講這裏, Level 2的except考試format, 是未公佈的, 未公佈, 大概是這樣, 我要講大概, 但不會差太遠了, 大概, 過去Level 2的考試就是這樣, 就是早上十set題目, 下早十set題目, 英文叫item set, 每個item set, 就給你一個background, 接著就問六條題目, 所以這裏總共六十條MC, 六十條MC, 早上180分鐘的考試, 下早180分鐘的考試, 所以total就是跟Level 1一樣, 六個小時的考試, 然後就是早上60題目, 下早60題目, 所以平均是三分鐘一題的, 三分鐘一題, 這個是傳統的Level 2的考法, 但這兩年是有些改變的, instead of 10 組題目, 它會考到12組題目的, 怎麼考12組題目呢? 現在就有兩組題目比較短一點, instead of 6 題, 就考 4 題而已, 這個月一個很簡單, 因為Level 2 的 topic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因為每個item set 考一個 topic, 如果你是考20個item set, 即最多考20個 topic, 其實很多我都考不到你, 所以最近它就開始 是reduce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有些題目四組, 即是一組題目四題, 一組題目四題而已, 目的當然是考多一點, 但仍然是三分鐘一題, 三分鐘一題, OK, 這個是舊的考試方法, 明年是搞什麼呢? 就是這樣, 基本上是不考三個小時三個小時, 大概就是減四個半小時, 四個半小時, 四個半小時, 乘回六十分鐘, 四點五成六十, 即是多少? 不知道, 不好意思, 四點五成六十, 四點五成六十? 二百七十, 除二, 一百三五, 可以了, 可以了, 這樣呢, 它就 cut down 時間, 所以現在整個考試 有四個半小時, 二十六個小時, 四個半小時, 於是乎很順理成章, 很大機會, 每一組item set, 就會 cut down question, 而六條就出四題, 這個是它還未決定的, 但我估計是這樣的考法, 即是可能維持十組題目, 之後十組,下之後十組, 但每組只有四題而已, 大概就這樣做, 因為其實很簡單, 新的考試就是舊的考試 四分之三, 即是cut down 20%去, 時間cut 25%, 題目cut 20%, 那就很合理了, 但那些細節呢, 是未出現的, 它都說還是在決定中, 即是to be determined, 所以good news是這樣的, 考題目是少了, 考試是整個短了, 那個bad news是這樣的, 那個bad news是 cinnabase沒有改的, 即是讀的一樣多, 而這件事呢, 我覺得還差一點, 因為風險高了, 因為呢, 如果cinnabase是一樣, 而考試考少了, 而考試考那些是你不熟的那些東西的話, 你的死亡率更高一點, 這個就是problem來的, 因為我說過, 就是跟level 1一樣, 但考完level 1都知道了, 你不可能知道level 1所有的東西, 是不可能的事來的, 即是那些 topic 比較熟一點, 有些 topic 比較不太熟的, 以前如果你... 因為level 1的好處就是, 他考了很多很多題目, 就算題目有些不熟的話, 你只要不熟的題目太多, 你都沒有什麼殺傷力的, 但level 2問題就是, 考了題目是少了, 但sitplus沒有改的, 即是說, 如果有一個你不熟的 topic, 考好幾次的話, 全部都不熟, 專門是公職你要害的話, 那你肥的機會就大一點了, 這個就是有good news, 有bad news, in fact, level 2的passing rate, 是幾低下的, 在三個level裡面, 都差不多... 好像高個level 1, 都幾低下的,44% 所以都幾低下的考試來的, 所以其實都不過一半的, in fact, level 3是高一點的, level 2是不過一半的 OK, 要不說了 那level 2的難度, 是難在幾個地方 第一就是... 就是... 那我不如... 這個不重要的, 看我就可以了 那level 2難的地方就是, 第一點是深了的, 是深了的, 明顯是深了的, 你很快會知道, 因為第一堂你會知道的, 就是quantitatively 是深的level 1 都幾多下的, quantitatively 那第二樣東西呢, 那個material-wise 沒有一點少過level 2的, 沒有level 1的, 就是形容的material多 很簡單, 如果你讀了level 2的話, 你睡了的level 1 你覺得是很淺的, 你上了兩堂, 你覺得, 為甚麼level 1會有困難呢? 覺得是很淺的, 因為level 2是深很多, level 2的設定是短一點的, 但也不是短很多的, 問題是, 你的深很多的時候, 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很多關係, 那level 1 你問我, 就記 formula level 1是記 formula level 2是記關係的, relationship 那些關係是很繁衷的, 就是那個barnship income statement income statement affect the cash flow statement 這些關係 那level 1的 formula 就解釋不下去了, 那level 2就是 understand你的關係, 就是這個barnship 動的時候, 怎樣affect the cash flow statement 這些東西, 第三樣東西 是比較難的地方, 就是說, 你的競爭對手強很多, 很簡單, level 1 將一批比較弱樂生, 篩走下去了, 沒有人佔底了, 那level 1已經佔底了, 沒有人不見了, 而且剛才說, 那level 2有一半人是胖了的, 那些人都起碼要考兩三次的, 就算他考不到, 起碼都不會發結合的, 所以你遇到很多考生裡面, 其實很多, 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考過level 2的, 即是他上天考過, 現在還要再考, 所以你競爭對手是強很多的。 如果大家讀我們level 1的課程, 知道我們有三個的faces, 一會兒, 我跟Chris說得多清楚一點, 我們會有大概18課時間, 去go through the syllabus, 接著有9課做題目, 就是vision, 去粗粗題目, 還有mock exam, 幫助大家去預備考試而已, 其實不花時間來講了,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我想那些人想讀我的學生去上學課堂, 我覺得有幾個value added, 有幾個比較大的value, 第一件事當然可以立刻去幫大家, 去create discipline, 即是我們每個禮拜兩課也好, 即是三課也好, 變成幫助大家去定一個時間表, 去go through the syllabus, 第二呢, 我們的material呢, 是超級簡化版來的, 就像雞精書一樣, 這套呢, 就是curiculum那套, 即是CFA的curiculum, 再看看吧, 那麼厚的, 這套CFA的level 2, 這套 syllabus, 這套我們上課的noots, 但是你見到, 其實很多都是powerpoint來的, 就把材料簡化了, 幫你記住, 那這本書呢, 全文化都是字來的, 基本上可以看十頁, 睡作教可以是, 這本書我經常這麼說, 你考完CFA, 慢慢大人看, 這本書不是被讀CFA的, 是被CFA考完之後, 拿來參考書而已, 我就可以功用這件事, 那我以下呢, 就做一個demo lecture, 講Fix Scene Time, 那特別呢, 我就想解釋, 剛才我講的一件事, Level 2 是Level 1 延伸版來的, 我想解釋的關係, 所以我想跟大家, 我想問一下, 你幾時是Level 1 的? 你叫我告訴我, 好,記得, 你幾時是Level 1 的? 好,記得, 很多年前, 就是一個問題的, 因為, Level 2 很多東西是Base Level 1 的, 所以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很多東西忘記了的話, 那我勸你現在, 不如現在開始讀Level 1, 我建議你讀Level 1, 那一個例子, 譬如, accounting 裏面, 我們講一些 Financial Ratio, 我們不會解釋, 什麼叫 Debt to Equity Ratio, 即是假設你認識了, 那 Formular 呢, 基本上是假設你認識的, 即是不會再假設那些 Formular, 即是那些 Geo Ratio, 那樣, 所以, 這個demo lecture, 就給大家看, 就是Level 2 和Level的關係, 大家不要忘記, Level 1 都沒有所謂了, 都沒有所謂的, 好, 好, 就算那個topic, 就是在Fixed Income 上來的, 叫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Interest Rate, Term Structure, 其實就是另一個名字, for U Curve 而已, 大家知道什麼是U Curve, U Curve, 就是X Axis, 就是Time to Maturity, Y Axis, 就是不同的Maturity, 的Bond, 的Yield, 最通常來說, 當然, 如果是美金的話, 最重要是U Curve, 就是Treasure Yield Curve, 香港, 港幣的話, 也有些政府債券做U Curve, 但通常港幣沒有人理會, 香港沒有港幣債券, 通常都是看美金債券的, U Curve, 或者Term Structure, 這個講到有三個形狀, 一個是Normal, Normal 意思就是說, 越長的債券, 的Yield 越高, 一般情況都是這樣, 或者, 有一個Inverted Yield Curve, Inverted Yield Curve, 就是越長的債券, 的息越低, 越低, Fat 就是長短一樣, 的Yield 一樣, 記得一下, Yield Curve 上面的Yield, 就是Discount Rate, 去計算Bond Price, 所以當Yield Curve動的時候, 那些Bond會會升升跌跌, 這個就是所謂Interestary Risk, 這個Level 1, 有那樣東西, Yield Curve 上每一點, Yield就是Discount Rate, 所以Discount Yield的時候, 就是Fat Bond Price, 這個Yield Curve的Movement, 有兩種分兩大類, 一類叫Pallel Shift, Pallel Shift裡面, 這個短期的Interest Rate Changes, 這個長期, 這個中期, 你會看到, 無論短期,中期,長期, Change in Yield, 都是Delta Y, 是同樣的, 這個叫Pallel Shift, 就是整條U Curve, Move up,Move down, 是同樣的, 反過來, 這個你會看到的, 就不是Pallel Shift, 一見到, 譬如這個Case來說, 短期的利息, 就跌多些, 長期利息, 就跌少些, 這個我們叫做, 是Stop的改變, 這個叫Twist, Stop的改變, 這裏反過來, 短期利息, 就升多些, 長期利息, 升少些, 這個叫Twist, 這就是Non-Pallel Shift, 因為, 這個Delta Y, 和這個Delta Y, 是不一樣的, 不死一樣的, 另一種的Non-Pallel Shift, 就是Curvature的改變, 不是Stop的改變, 這個就叫Positive Butterfly Shift, 你會看到, Curvature是小了, 之前是彎一點, 現在是小彎一點, 這叫Positive Butterfly Shift, 反過來, 如果彎多一點, 就叫Negative Butterfly Shift, 留意一下, 在這個情況裏面, 又是, 兩端, 就升少些, 中間就升多些, 所以都是Non-Pallel Shift, 都不是Pallel Shift, 都不是Pallel Shift, 我講過, 當有條U-Curve動的時候, 因為U-Curve是沒有一點, 有Discount Rate, 這個Bond Price就會升升跌跌, 這個就叫Interest Rate Risk, Interest Rate Risk的意思就是, Bond Price could change, Due to Interest Rate Movement, 怎樣Measure Interest Rate Risk呢? Level 1教大家一個方法呢? 就叫做Duration, Duration, 你記得在Level 1看到的一條Formula是這樣的, Change in Bond Price, 就負D, 成為Delta Y, 這個Level 1的Formula, P就代表Bond Price, D是Duration, Delta Y就是Yield, Change in Yield, 但探修了這條Formula, 你會看見很多, 它是基於兩個Assumption, 第一個Assumption, 就是Small Change in Yield, 因為這是First Order Effect, 如果Change in Yield大一點的時候, 你就考慮Second Order, 或Third Order, Second Order Effect, 就是Convexity, 所以Formula就負D, Delta Y加二分之一, C,Delta Y square的Formula, 你都會看見的, 另一個情況呢, 就是一個Assumption, 就是Delta Y是Panel Shift來的, 因為整條Formula裡面, 只有Delta Y, 是沒有多過Delta Y, 所以處理不了Non-Panel Shift, 如果是Non-Panel Shift的話, 你用一個方法叫Key Read Duration, 這個就遲些會再講的, Key Read Duration, 是用來Handle Non-Panel Shift的, 好, 我想Skip這裡, 時間關係, 我想跳去, 由這裡講, Structure Theory, 問題是問的, U Curve有斜上去上面, Normal, 有打平的Flat, 有斜下去, 是叫做Inverted, 問題是問, 為何會有這種形狀出現, 背後代表什麼? 有三套理論, 第一套理論叫Pure Expectation Theory, 第二套理論叫Liquidity Theory, 第三套叫Prefer Habitat Theory, 我逐個Theory講一講, 先講Pure Expectation Theory, 它說, Long Term Rate, 就是Complex Geometric Mean, of the Future Expectation Short Term Rate, In fact, 主要主要就是Flat Rate, 或者Flat Rate, 就等於Expected Sport Rate, 就是今天說話, Tfort Rate, 如果您記得, 從Level1到達稅, 就是用來reflect, Flat Rate是Based on Sport Rate 可以計算出來的, 而這個理論便是, 其實Flat Rate, 是reflect投資者看將來利息的, 我有一段詳細地說 如果這個Theory成立的話 這個Theory成立的話 它就說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假設你今年想投資一年 你的Investment會提升一年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投資一年 包括你可以投資六個月 再投資六個月 投資三個月 再Roll多九個月 投資三十年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去 投資十年債券 一年之後沽了去 Based on Pure Expectance Theory 你的Return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如果 Fort Rate就是Journal Expectors Fort Rate的話 你投資一個Same Horizon 你的Return是一模一樣的 不管你怎麼投資 這就是背後的Concept 所以 如果這個系列成立的話 這個世界是沒有Price Risk的 什麼叫Price Risk 我說過 你投資三十年 一年之後沽了去 一年之後價錢你不知道 但基於這個理論的話 價錢你會知道的 因為Return 就要確定等於一年利息 只要等於一年利息 這個世界都沒有Reinvestment Risk 什麼叫沒有Reinvestment Risk 我說過 你投資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 正常來說 你不知道Return 六個月之後 誰知嗎 但這個Same Horizon 你知Exactly是多少 因為等於一年的Return 就要提醒大家 什麼是Fort Rate 剛才我提醒一下 什麼是Fort Rate 看個例子 假設一下 兩年的Sport Rate是三尼息 兩年的Sport是三尼息 一年的Sport是兩尼息 我投資一元 用藍色比較好 Let's say 我投資一元在這裏 我投資兩年 由於Sport是三尼息 那Future Value是1.03的Square 這個Future Value 由於一年的Sport是2% 那一年之後 Future Value是1.02 那Fort Rate 就是這樣 我再投資Fort Rate 兩邊的Return是一樣的 所以Formula是1.03 Square等於1.02 再乘回1加F F就是Fort Rate 你解決出來是4尼息 這個4尼息 就叫做Fort Rate 但是Pure Experience Theory 就說 這個就是一年之後的利息 這個exactly就是一年之後的利息 如果這個是一年之後的利息 那這個世界就沒有Price Risk 又沒有Reinvestment Risk 那這個世界就很漂亮 那到底什麼是Implied Fort Rate 他就說 你可以interpretation 是一個Break Even Rate 什麼是Break Even Rate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年之後4尼息的話 那你投資一年 再多一年 以及投資兩年的話 你會一樣的 所以沒有所謂 兩邊Break Even 都會是 那是Lock In Rate Lock In Rate Lock In Rate Lock In Rate的意思就是說 你投資兩年的時候 其實等於lock住利息 4尼息在第二年 因為如果你第二年4尼息的話 那兩邊的Future Fair是一樣的 那第三個叫Pure Expected Fort Rate 那就是說 一年之後的利息就是4尼息了 這個Fort Rate告訴你 一年之後的利息就是4尼息 但在講到 Unfortunately這個理論 沒有證據顯明這件事的 沒有證據告訴你 一年之後的利息就是等於Fort Rate 沒有imperical evidence 但是這個Pure Expected Theory 就是解釋U Curve的形狀 很簡單 如果投資者 期望利息升的話 那些Fort Rate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U Curve就會扯在上面 就會有upper slopping 反過來 投資者期望利息低 即是那些Fort Rate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的話 那這條U Curve就會掉下去 如果利息不變的話 那這條U Curve就會平 那這可以解釋到 這個理論 這個U Curve形狀 第二個叫Liquidity Theory 他就說 Fort Rate 就等於Expected Sport Rate 再加Liquid Premium Liquid Premium Liquid Premium 其實是一個 不太準確的名字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Risk Premium Risk Premium 記得剛才說的一件事 你買Bond的時候 你Exposed了一件事 叫Interested Risk 然後利息升的時候 Bond就會跌 利息跌就會Bond會升 這個Interested Risk 就是Meshed by一件事 叫Duration from Level 1 請問大家 哪些Bond的Duration 是比較大些的 是長債短債 所以就說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長債 他會給你Risk Premium 給你Compense 你的Risk 所以越長的債 這個Risk Premium 就越大 或者說 誰買長債 買短債 所以說 這個Fort Rate 除了Refract 將來的利息 還要加上Risk Premium 而且這個Risk Premium 是Larger For Longer Maturities 他就說 如果今天 我看到U Curve斜上面 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是 投資者 期望利息向上升 但也可能 投資者 期望利息不變 只不過是 Risk Premium 的緣故 就只要U-Compense 扯在上面 因為我講過 Risk Premium 是Higher for Longer Maturity 反過來 如果U Curve 向下跌的話 一定代表 投資者 期望利息跌 因為Risk Premium 是大些 for Longer Maturity 第二套理論 叫Liquid Theory 第三套理論 叫Pure Habitat Theory 概念很簡單 很簡單 這條U Curve 短、中、長 簡單來說 他就說 U Curve 的形狀 就是決定 為 Demand Supply 公求決定 去用一個例子 這個 Short Term 這個 Long Term Bonds Long Term Bonds Imagine 一件事 我們阿爺 現在決定了 不買美國的長債 只是買美國的短債 阿爺覺得美國 因為利息升利息升 就決定了買美國的短債 就不買美國的長債 即是 Demand Chief 了 那 就想供應不變 阿爺呢 不買美國的長債 請問長債的價錢 應該才會下跌 即是阿爺不買美國的長債 那長債的價錢應該是 才會下跌 他不買 是下跌的 那價錢就下跌 那 U 呢 是的 就升 反過來 短期債券 價錢就會升 因為阿爺買 那 U 就會下跌 結果呢 那 U 呢 就再扯多些 increase 了 就是 那個階段 那 所以這個 就解釋到 U 形狀 就透過 Demand Supply 決定 而已 即是公投決定 U 價錢 即波率的價錢 那波率的價錢 就決定了 U 那由於有長債短債的話 那這個就決定了 U 形狀 好 那我的時間關係呢 我就停在這裏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問 那就是關於課程 關於考試的事情 去問我 是 你問一問 我想這樣的 我就沒有聘請時間的 但是一般很多同學就會電郵給我 那我就會回答 當然今年疫情就比較麻煩 的確事實就是 很多班是 cancel 了 因為要做 online 但是本來如果是 能夠 face to face 的話 我歡迎大家問問題 就上課問問題 這個原因很簡單而已 你 face to face 問我 就容易很多 你知道那些問題 很多時候複雜一點 就是我打一句 你問一句就容易很多 那有時email的話 就是有很多時候 我遲不達意 或者你有遲不達意 很多時候都是 但是anyway 那我 Christie所說 同學問我的問題 通常我三日之內 一定有回答的 是 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沒有時間交給Christie 好嗎